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在接受TVB節目清心直說訪問時 就提到她正在做一些預防制裁措施 包括丟棄美國資產 但她同時也認為 她自己是不會在短期之內被美國制裁 究竟葉劉的想法是怎樣的?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葉劉提到她知道自己 一直都在坊間的美國制裁名單上 但她認為不會在短期之內被美國制裁 因為美國要制裁任何人 都需要找一個法律原因 如果純粹因為支持國安法而被制裁 就是蟹人聽聞 接下來她就開始為自己辯護 並且嘗試置身事外或清界線 葉劉就說 她自己不是通過港區國安法的官員 即使擔任行會成員也好 都只是一個顧問角色 而她也只是在港區國安法公布之前 以社會領袖身份出席過中聯辦舉辦的簡報會 她還透露行政會議沒有討論過國安法 國安法不是香港制定的法律 而是大陸制定的法律 葉劉說這番說話 首先來說就是完全淡化身為行政會議成員這個角色 她說純粹是顧問 但是行會成員全香港人都知道 就是要為特區政府出謀獻策 而且行會長期以來都是奉行一件事 叫做集體負責制 哪怕葉劉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顧問也好 行會所作出的決定 每一個行會成員都要分攤責任 是責無旁貸的 就不能說自己是一個顧問角色就可以推位過去 也不要說美國制不制裁的問題 只是說制定本地政策才算 如果行會談完一些事出來 有一個新的政策出台 但是遭受到市民很大的反彈的話 你身為行會成員都有責任 如果不是請你回去做甚麼 只是出糧嗎?只是沽名釣魚嗎? 第二件事 葉劉說透露行會沒有討論過國安法 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因為行會長期以來除了奉行集體負責制以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保密制度 你怎能向外透露行會有沒有討論過甚麼呢? 就算當年梁振英和唐英年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 唐英年在一次選舉論壇當中 就大爆行會內幕引述了行會討論的內容 當時他都備受批評 你葉劉現在雖然沒有引述行會討論的內容 但是你又說了行會沒有討論過國安法 我們又不知道真是假 但是你身為行會成員 你是不應該對外透露 究竟行會討論過甚麼 或者是沒有討論過甚麼 因為行會討論甚麼 或者是不討論甚麼 這些所有事都應該是保密的 一句話都不應該透露風聲 以前講英年代是怎樣的? 那些行會成員一句是甚麼? No comment 無可奉告就算了 現在你走出來又說這個 而且當說到林鄭的作風離地的時候 葉劉就說同意這個批評 他就說明白到這個離地就是源於林鄭的工作環境 因為對於高級官員來說 就很難像直選議員那樣 跟市民保持接觸 即是說你葉劉就是直選議員 就是有跟市民接觸 但是林鄭就沒有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還說因為官員有私階車出入 跟同僚談的 都是說把子女送去哪裏? 哪間學校? 或者應該去哪裏放大假? 什麼時候才是最佳的退休時間? 整個生活方式就令到這班官員 很難跟市民保持接觸 葉劉說這番說話 完全就是體現了甚麼叫做棉女藏針 說到自己很理解那些高級官員為何這麼離地 實際上就是一頂一頂去 而且還借機來踩低高官抬高自己 所以他這些說話技巧真的厲害 至於葉劉說到他的預防制裁措施 我相信他就是自己變賣所有美股 因為在8月的時候 他曾經跟傳媒透露過這件事 至於他在美國有沒有物業 根據行會成員的個人利益登記策顯示 葉劉的申報當中 沒有擁有美國物業 所以應該不是賣美國樓 而是賣美股的意思 接下來就講一下華為 美國針對華為的升級版禁令 在今日正式生效 意味著很多家外地的芯片廠 不能再供應芯片給華為 即是華為的芯片斷工了 根據大陸媒體《證券時報》的報道所說 華為這個至暗時刻已經來臨了 《證券時報》也引述了華為合作夥伴的消息指出 針對芯片斷工 華為暫時沒有Plan B 具體的對應其實是要尋求國產的替代方案 不過這個國產的替代方案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追得到台積電的技術水平 有熟悉華為產業鏈的人士指出 華為現在真的沒有路 高端方面確實做不到 後續只能降下 發展不基本電腦、平板 或其他手機周邊產品 之前也有消息提及過 就說華為搞不定這個高端手機市場 就改為生產一些智能家居產品 或者是手提電腦 那樣 佳因這些產品 芯片的技術水平要求就沒有那麼高 但這些東西究竟有沒有人買的呢? 有華為的經銷商透露 近來要拿華為手機的貨就比較困難 因為上級代理一般都會要求下級代理 在下單拿華為手機的時候 同時需要搭一些豬頭骨 例如一些智能手錶 智能手環 智能眼鏡 或者是平板電腦 音響 耳機 否則不供貨 其實這種做法就是監操 要拿華為手機的貨品 就要搭一大堆豬頭骨 這種出貨的辦法 究竟能否持久呢? 就真是成疑問 其實大陸也曾經醞釀過一個新的應對辦法 就算沒有這個手機芯片 原來他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 就叫做雲手機 雲手機 雲就是一塊雲的雲 雲端的雲 即是一部智能手機 現在因為拿不到高端的芯片 就只好製造低端手機 但低端手機速度慢 於是又想到一件事叫做雲手機 到底雲手機的操作原理是怎樣? 其實就把低端手機當作一個遙控器 反正應用程式不是在低端手機處理 而是在雲端手機處理 在雲端手機處理的時候 處理完了 在低端手機的屏幕顯示出來 大家一聽就知道 其實這個雲手機主力就是 對於手機傳輸速度要求很高 而且數據的使用量也是很高 這個雲手機理論上當然可行 但實際上至少有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大陸的用戶 究竟有多少人用5G的計劃 而且有多少人用無限數據的計劃 因為要處理這些雲手機的數據 用4G都太慢了 一定要用5G 但究竟那些農村覆蓋了沒有? 就算城市有多少位置覆蓋得到? 這個已經是問題了 而且數據需求量這麼大的時候 如果用家不是用無限數據的月費計劃 他肯定兩下就會用到爆 但用無限數據計劃 那些月費就很耐用 大家都知道 大陸有6億人口 每個月收入只有1000人民幣以下 怎麼用5G無限數據計劃 不要玩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用這些雲手機 其實是很吸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長期都要用網絡傳輸 通過不斷的收發數據 其實就是會很消耗這個電量 其實等同大家 就算開著WiFi去看片 用電量一定會用快 更何況是操作這些雲手機 所以雲手機這個概念 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但實際操作上就變得自欺欺人 所以華為面對著這個芯片斷工的問題 其實都是要腳踏實地一些 或者依靠大陸自主研發的芯片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